2020 旗艦手機第一站由韓廠三星首發 而今年的 Galaxy S 系列同樣選在舊金山來發表 不過地點是遺失到了相當華麗氣派的藝術宮 一開場折疊手機 Z Flip 就現身 讓現場媒體驚呼連連 折起來只有手心大小 展開卻能擁有 6.7 吋大螢幕 全新隱藏式轉軸設計 讓機身可以自由凹折各種角度 像一台輕巧小型筆電 讓拍照也有更多玩法 我們拍照的時候不是大家很喜歡拍團體照嗎 或是 但是常常會找不到支架 那其實你看 我們做自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 然後我現在也可以來做個自拍 好 放在桌面上 那三星銀罐就是有一個它手勢自拍 所以就可以拍照了 新折疊機售價1380美金 折合約台幣4萬元起跳 折疊手機價格帶大幅下修 更能成功打進消費市場 全新旗艦機也亮相 現在我手中就有今年S20系列的三種版本 那從尺寸上來看呢 今年推出了6.2吋 6.7吋和6.9吋 那這支呢 6.7吋的是S20 Plus 那它其實呢在顏色方面也推出了像是今年的粉色和藍色還有灰色 都是今年的新色 那麼在相機模組上呢 S20 Plus和S20呢是採用同一個相機模組 配置呢是12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還有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以及一顆6400萬的遠距鏡頭 大塊的矩形相機模組設計相當顯眼 最旗艦版Ultra更是首次搭載一級畫素鏡頭 和100倍混合變焦 要來挑戰手機界的單眼 我手中就是今年S系列最旗艦的版本就是S20 Ultra 那在相機上呢就可以好好來做介紹了 它首先配備了一顆1.08億畫素的鏡頭 另外還有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以及一顆是4800萬的遠距鏡頭 這幾個鏡頭呢配備起來 它就可以做到100倍的混合變焦 我們現場來實測看看 一樣打開相機 可以看到呢在變焦的部分呢 它可以從0.5倍一路到100倍 我們先來看一下30倍的效果 其實已經可以拍到呢 遠處的記者了 的臉 那我們再把它放到100倍的時候呢 甚至可以拍到更遠 在看台上其實也有一排攝影記者的臉都可以拍得到 遠在舊金山金門大橋 就能拍到遠處肉眼幾乎看不見的惡魔島 打破智慧手機極限 另外也支援8K錄影 新功能加入一鍵拍錄 則可以同時啟動廣角與超廣角鏡頭 錄製10秒影片 就可以透過AI運算得到最多不同風格的4段影片 與10張相片組合 一次完成拍照加錄影 作為2020旗艦新機首發 8K錄影 一級畫素與百倍變焦 都為今年的新機戰創造話題 我會有一個創作者 所以我會有8K錄影 一級畫面的相片 新功能 新的設計畫面 我喜歡照片和影片 是在這部電腦 所以我會試過這部電腦 很高興 10X是非常好 所以這部電腦是足夠 我會有增長的 我會比較像貿易的 我們不會使用這部電腦 其實這個Z Flip很舒服在我的手上 我有一些擺盤 我真的喜歡這個機器 有的能力擺盤 但我用手在手上的手機太大了 所以這個 它比較舒服 我可以回到每個地方 我覺得很棒 2020上半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 其實很多大型的手機海外發表會都取消了 不過三星還是如其的來舉行 而且也預告他們的新機將會在3月6號就來上市 因此看起來並沒有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 而緊接著包括像是小米10也會舉行線上直播 另外在3月底可以預期的可能有華為的P40系列新機 還有蘋果一支平價版本的iPhone 9 就要來看看能否如預期的順利來上市了 不過可以看到的是 2020上半年的旗艦機大戰已經正式開打